大家好,今天要和乔民分享的话题是 居房雪中送炭,抱威姆斯和马上回归时经敲定 地塞万人也在路上 今天和乔民们一起来聊一聊广东队的最新消息 众所周知,在近期广东队暴冷惨败给了北京首钢 确实令很多广东队的球迷难以接受 众所周知,广东队是一支拥有身后冠军底蕴的球队 即使说广东队暴冷虚给北京首钢 但是广东队本场比赛仅仅只拿到67分 这就让很多球迷难以理解 似乎球队屈性了严重的问题 其实看过了广东队新赛季的比赛 很多球迷都有一个直观的感受 缺少了公雄外软威姆斯马上布洛克斯之后 广东队的整体进攻战术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特别是威姆斯不在球队之中 对于广东队的快速防守反击产生了重创 那么威姆斯虽然是一名老将 但是威姆斯在球场上面拥有很强的冲击力 而且威姆斯特别擅长于快攻反击 这也是广东队进攻的一大法宝 因此威姆斯缺证之后 广东队的年轻队员 要想弥补威姆斯的空缺 其实难度非常大 在虚给北京首钢的这场比赛中 广东队几乎无法打去漂亮的快攻反击 这也是球队得分只有67分的关键软音所在 那么就在近期啊 广东队总经理居方雨姓生啊 终于是雪中送炭 根据媒体消息啊 广东队的两位超级外软 威姆斯和马尚布勒克斯的回归时间啊 基本已经敲定 那么首先啊 威姆斯已经在个人社交媒体上面了 赛区的即将回归球队的照片 根据相关消息显示啊 威姆斯应该会在 常规赛第二阶段了 回归球队 到时候啊 广东队将会重获后场发动机 那么球队的进攻体系啊 将会变得更加的完整 广东队也非常有希望啊 走出困境 那么另外 对于马尚布勒克斯而言 很多前面都知道 他被称为啊 球场的节奏大师 拥有超强的得分能力 那么马尚布勒克斯 由于遭入跟进 弹裂的重伤啊 已经缺席比赛啊 很长的时间 那么根据相关消息显示啊 马尚布勒克斯 应该会在明年的 欧日份左右啊 回归球队 对于球迷有赢啊 这应该是非常利好的消息 等到广东队的 超级双外轮归队之后啊 广东队才能够迎来 最强的阵容 到时候的广东队啊 依然是争冠的 热门球队之一 那么另外啊 在马尚布勒克斯 缺席的这段时间 广东队也不可能说 只依靠 当外轮来作战 而且了 威武斯作为一名老将 体能也会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那么因此啊 广东队很有可能会 再次清约 第三外轮 作为球队的救火外轮 重所致之啊 上个赛季季后赛 广东队就清约了一名 超级大外轮 作为救火外轮 而且给球队夺冠了 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那么因此啊 本赛季 广东队很有可能会效仿 上个赛季的做法 清约一名 救火外轮 那么根据 相关消息显示啊 广东队的第三外轮 基本有了眉目 他就是啊 上个赛季效力于 山东队的 哈里斯 当然了 对于这名外轮 我个人并不是非常看好 虽然说哈里斯 拥有一定的得分能力 但是广东队 目前最大的胆板 依然还在内心 虽然说 易静林已经伤入未来 但是易静林受伤之后啊 个人能力 状态啊 下滑的比较快 而且易静林 在防守弹啊 很有可能成为 球队的一个漏洞 在这种情况下 广东队 应该补强的 最好是 清约一名 内心的大外轮 帮助广东队啊 提升 南半保护能力 加强啊 内心的防守能力 球迷朋友们认为呢 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